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霸 都有一段時間沒見了 我想說我最近會去一次東京旅行 之前已經想拍片跟大家說一下我去旅行會帶什麼 純粹分享而已 大家都可以參考 我會有個checklist 每次旅行我都會跟著這個checklist去帶東西 我每一次去旅行我基本上都很怕會流東西 我第一次自己執行李去旅行 是要開著直播跟觀眾一起執行李的 如果不是觀眾提我要帶什麼 我想我應該死了一二千萬次左右 自從那些之後我就發現我執行李很需要時間 還有很需要一個checklist去幫忙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行李是29吋的 在淘寶買的 就是阿屎之前有拍片分享過的行李 這個行李也跟我飛了幾次 其實也算是回了本 但它現在已經在爛了 不知道你們看不在 我拿不起 看到我邊緣已經脫掉了 它這些膜脫掉了 它這裡的扣其實有一個扣已經壞了 好像不太拍到 而且那個行李其實也是挺重的 我覺得行李本身應該已經有5kg左右 雖然便宜 但也有些重量 好啦 那說回我執行李的checklist那裡 我行李我會有三部份的 首先第一一定是我的行李先 然後背包就會放一些 搭飛機那段路可能會需要的東西 譬如奶媽啦 放我的銀包啦 電話啦 傘啦 那些東西 最後一個就會放在那個 或在門口那裡的一個小的袋子 稱之為戒波袋 在戒波袋裡面我通常會放證件 小量的當地的現金 以及香港的現金 還有會放一張中銀卡 因為中銀卡有銀聯 去旅行之前交定的話 就可以在當地那裡用一些比較低的回額 和低的手續費去按錢 那事不宜遲 現在就陪我執行李 你看到我行李已經非常混亂了 有些東西是要去到出發當日才收拾到的 譬如浴巾 化妝品 護膚品 因為那天之後還可能會用得著 那化妝品就不會的了 因為你看到我是不喜歡化妝 連拍片都不化妝 現在懶得 其實不是懶得 我今天太累了 我最近呢 生理時終調好 但現在已經12點3 差不多1點了 現在在東京的溫度已經去到 下雪的天氣了 然後每天最低的溫度是去到負幾度 那其實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很怕冷的 但是我是一件羽絨都沒有的 冬天呢 我很流行穿十幾件衣服出去 沒那麼誇張 只不過我最高上學的紀錄 是可以穿到12件衣服 我寧願多穿幾件 我都不想穿一件很厚的衣服 而且我覺得羽絨很陽水 好了 事不宜遲 現在看著我的checklist去收拾東西 首先就是在外面的衣服 這件衣服的部分 讚~~ 好鬼亂 看看 我這次去呢 盡量會戴一些比較白搭 還有厚身一點的衣服 還有我不會戴太多去 雖然我去一個星期 那我這次會戴 一條半身裙 一條連身裙 一條長褲 這條長褲就是我明天會穿的褲 然後呢 這件衣服就是我明天會穿的衣服 因為香港的天氣其實都蠻熱的 現在都20度了 早上做 比較白搭一點的 瓶嶺 內襯 帶上這件厚一點的冷衣去 然後再on top加上這件衣服 對 那是我的了 還有我會穿保暖的底衣服 再加一條頸巾 那我在日本大概都會這樣穿的 如果真的不夠暖的話 我就唯有加上貼暖包 還有可能到時候再買衣服了 差點忘記說 我會戴上拉肯帽 拉肯帽很重要 因為拉肯帽會保護我們耳朵 耳朵會動得痛 我超怕 對 然後就是頸巾 我之前在某一年的1月至4月最愛 好像有提起過它 好了 那我現在先戴好這堆垃圾 搞定 然後就戴在民宿和酒店會穿的衣服 就是睡衣啊 那些 對 不得不提 我是一定會戴這堆家居襪 這些家居襪在冬天穿其實很暖 尤其是我這些手腳冰冷的人 真的很需要一堆這樣的家居襪 戴一條這樣的休閒褲去 還有一件冷衣的 很熱的 先摘回頭髮 好了然後就是底衣褲 底衣褲這麼私隱的東西 我都不會展示給大家看的 不過有一點值得提的就是 底衣褲和肉巾那些比較衛生 或者特別不衛生 譬如拖鞋 還有一些會濕的東西 即是洗臉奶 疏洗用品那些東西 我會找一個襪子袋 然後抹下是什麼類型的襪子袋 然後都放進去 而且經過第一次撿行李之後 我發現其實如果把東西分類分得好一點的話 你撿行李的時候會不會那麼累 而且你去拿行李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那件東西一定會在哪裡 會節省不少時間 那為了這次的日本之旅 我買了兩對襪子 在Toon Toon Anna買的 Toon Toon Anna是一個日本牌子 我在他們那裡買了一隻襪子 看來好像絲襪一樣 但裡面其實有點蛹 沒有毛的 是比較保暖的 因為其實日本牌子 日本冬天都會很冷 他們就知道那些女生貪 所以出了這隻扮是絲襪 但其實就是很保暖的東西 這條是一定在香港穿不到的 一定太熱了 這個就是300丹尼耳 這個就是200丹尼耳 這個就會薄很多 比起這個 這個真的厚到... 神經病 這麼厚到 1cm 差不多 我塞不下 小袋子 神經病 超厚的 這對襪子 襪褲 哇 爆了 神經病 說起收納得好一點 收納也會快一點 我是為了收納 即是... 收納 收納得好一點 我特地在淘寶買了這些收納袋 拿起來很輕 輕飄飄 環保袋那麼輕 但其實也算是挺穩固的 拉鍊拉起來也不錯 那這一套我買了 80元 我記得 它有三個放... 即是這種類型的袋子 然後有個鞋袋 還有一個... 這麼小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樣的收納袋 加上一套六個 就80元 雖然是挺貴的 但我覺得真的有了它們也很方便 那通常呢 我這一袋 最大的袋子 會裝衣服 這個中的袋子 都會裝衣服 那這次呢 可能呢 我的襪子 就... 數量太多了 那好吧 這個行李箱有兩部份 衣服呢 我會放在這一部份 衣服襪子都齊了 鞋子呢 我會 額外帶一對去的 那已經裝好了裡面 一對純白色的波鞋 真的沒什麼特別 以防萬一我也是帶多兩對襪子 一對就是香港用的厚度襪子 我剛剛帶的全部都加厚襪子 一對就是普通的絲襪子 嘿 好了 下一件呢 就是講化妝品和保養品 那化妝品和保養品呢 照樣呢 我也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人來的 我呢 就在淘寶買了這樣的袋子 原來裡面已經有一點點東西了 那這些有一點點間隔 而且有一點保護性的袋子 就是給我放我的化妝品 和我的保養品 因為保養品有玻璃 精華液 還有 有些出來的東西 很怕它受到壓力 就會一下子噴出來 即是去到那邊呢 一攤開 然後拿一塊鏡子出來 就可以這樣拿過來 總之就是很方便 那首先呢 拿了一些化妝品 我平時化妝也不會化一些很濃的妝 所以我去旅行 只是帶卸妝水 基本上我連眼影都不會很慘 所以眼唇那些東西 沒什麼特別 我會用這支 搞定它 這支是卸折毛的 原本貨 然後會帶一支化妝用的Base 然後就會帶粉底 我是很後悔自己 不用Cushion 就是這些Cushion 已經用完了 其實Cushion帶去旅行化妝是方便很多 不過我擠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帶這個去算了好不好 算了 我不帶粉底 超大支的玻璃 然後很重要的遮瑕 碎粉我不會帶的 粉餅我也不會帶 然後就是眉筆 之前不知道是哪裡買的眉筆 然後眼線筆 一支Pencil 一支Liquid 然後就是掃 粉底掃 遮瑕掃 遮瑕掃 腌枝掃 不然我帶粉底掃 幹什麼 我都不帶粉底 然後我準備一個這麼小的物質袋 給什麼呢 就是給我放化妝棉 拿一搭 然後塞進去 化妝品 其實預備完之後 真的半個袋都還沒裝到 所以我會把保養品放進去 精華 這個是ASKIN的嬰兒精華 它的保濕力非常厲害 所以就決定帶進去 因為我很怕日本那麼冷 皮膚也會很乾 然後我就會帶這些 一支一支很小的 也是同樣品牌的 ASKIN的嬰兒面霜 它一支開完之後 可以反過來蓋子 蓋上去 去旅行超方便 我覺得一支完整的 可以用到七天的 因為我只是早上會用它 晚上我會用這個 女神睡眠棉膜 它說是睡眠棉膜 可以當它是晚霜的 這樣用 趕完之後 其實我的皮膚東西 都是塞不滿這個袋子 我想想有什麼可以再塞進去 還有這個我會帶發尾油 無法素 然後會帶一點Body Lotion 也是酒店的妝 還有會帶一支洗麵奶 最最頂的一支洗麵奶 雖然說它很方便 但其實如果不填滿它 是真的挺浪費的位置 因為始終它整個東西 你是不能壓扁它 如果你只想放進去 又不填滿裡面的話 就會變浪費 差點忘了帶一把梳去 其實還有很多位置 還有這件事 也可以順便跟大家說 這是我夏天旅行會帶的東西 它是幫忙去豆豆和去豆豆印的一個洗澡 但我夏天去旅行才會帶 尤其是冬天那麼冷 我哪有空我會慢慢塞 所以我夏天才會帶這件東西 看來好像塞滿了一點 終於 看到這裡有這樣的袋子嗎 我通常去旅行都會帶 因為我怕有什麼 總之我怕買太多 然後就有這樣的袋子去裝 除了那個額外多了的袋子之外 因為我另外也會塞一些膠袋在這裡 就給我裝濕色東西 或者垃圾袋 又或者什麼髒的衣服 除了膠袋去裝 這樣會帶一些膠袋 給我免費用 然後去旅行呢 我通常都會帶一雙拖鞋 會帶人自拖 因為可以進浴室 又可以出街 我就會用一個密實袋包著它 然後就這樣塞下來 就是這樣了 差點漏了 但幸好桌子有提 就是KON 我帶了也是帶DAY KON 因為我覺得DAY KON衛生一點 而且方便一點 KON也塞在這個裝飾袋裡 然後跟KON分不開的東西 就是眼藥水 眼藥水 我個人比較建議去買這些 這些是一粒粒的 就是一開完之後就要馬上用完的那些 一樣放進白麗袋裡 YES 收起來 然後我會帶一塊鏡去的 因為有些民宿啊 酒店啊 是不會有梳妝桌子給你的 就是我買一塊這樣可以站高的鏡去 那就比較方便了 然後呢 又有一個這樣的袋子 這個袋子呢 我通常會放電子東西的 會放一個小的拖板 然後有一個國際萬能插鬚 上面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插 然後呢 旁邊有些東西洞出來 就有不同國家的插鬚 日本呢 就是兩腳插的 這個呢 它上面還有四個USB頭 超級無敵方便 然後我另外也會帶一個小小的兩腳插 那呢 我這次不打算帶相機去 所以其實這個袋子呢 根本就是廢的 因為又是一來雅定 二來沒有那麼多東西塞 就是塞不滿了袋 對 之後呢就要講塞紙巾 其實不可以帶那麼大包去的 那我就剛好用完小包 而且我只是用裝身baby 裝身baby抹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 我會帶少量的藥物去吧 肥子膏 帶一支雙非人去吧 這支什麼東西都有用 後面寫了一些好辣勁的 柯牛肚痛 蚊咬止痕牙痛頭痛 消毒退炎 什麼都有用 總之就 看它這麼慢用就帶上去吧 然後呢 有包類似平安藥的東西 那我也會帶這包藥去 通常相非人也會放在我的春袋裡 差點忘記了 好重要啊 雖然去到日本買也可以 但是總是有一些要旁身 暖暖暖包啊 放兩個在春袋裡 然後放一些在行李箱就可以了 東京現在下雪嘛 所以也會帶一把遮蓋過去 噢 電腦掉了 其實行李箱的東西 大部分都說完了 我覺得這次撿機也挺成功 因為我空了半邊出來 這半邊是完全沒有東西放的 差點忘記了 我呢 雖然不背會背大春袋去 但是我會帶小春袋到行李箱裡 因為我平時出街 一定要背背包 但我又不會想背這麼大的背包出街 然後我的袋會有奶媽 我就先幫我塞進去 但沒有和頸跟也會塞進去 然後呢我也會帶一些夾過去 因為呢通常民宿也好 酒店也好 就算它有什麼衣架也好 但是也不會有夾 所以自己帶一兩個過去是最穩的 這個戒波袋呢 在日本買的 我覺得很棒 它裡面呢 可以放到一些蠟雜物 總之我會覺得這袋很方便和很需要 因為最重要是你始終掛在你身前 是怎樣都會安心一點的 而且方便一點 不用你拿著行李箱又揹著書包 這麼大 拿東西很辛苦 什麼都在前面就很方便了 我的戒球袋已經準備完畢了 我的背包 還有些東西是明天才塞進去的 好感動 我收拾行李收拾了這麼久 終於收拾完了 我戒球袋的袋又掉下來了 這袋其實很不開心 這個袋買回來也三百多元 這麼快爛了很不開心 其實我自己太粗暴了 不是啊 我之前去買衣服試衣服的時候 弄掉了袋子 然後一下子就爛了 是它的脆弱 是它的錯 不過有點脹 它一脹就容易彈開 一彈開就很容易會掉 好像剛剛掉出來的東西 雖然還有一塊塞石也足夠 但還是不太喜歡 好不開心 我這次帶去日本的東西 就是這裡這麼多東西 我基本上去旅行也是這樣帶的 盡量帶大行李箱去的話 就一邊放東西 一邊清空 這樣 空那邊回來就會滿了 嗯 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我分享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要放下一個讚 因為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拍和剪 如果還沒訂閱我 又想多看這個影片 也可以按訂閱 接下來我會更多影片 我也知道我之前休息 休息太久了 嗯 我現在已經拍到幾點了 我已經拍到三點了 我已經拍了兩個小時 好累啊 心狠淚 你們都看到我的桌子很亂的了 我稍後還要收拾桌子 然後再去洗澡 真的很辛苦的 我求你放下一個讚 好不好啊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小笨蛋們 多謝你們看到現在 我愛你們 好啦 拜拜 兩片 嗨 嗨 走 好 三片 五片 五片